加拿大禁止一次性塑料倒计时从今天开始 加拿大环境部长Steven Guilbo表示 加拿大将在今年年底前禁止公司进口或制造塑料袋和剧本乙烯泡沫塑料外卖容器 所有相关产品必须在明年年底前销售完毕 并在2025年底前禁止出口 除了袋子和外卖包装盒外 该禁令还将影响吸管 外卖容器 杂货袋 餐具 搅拌棒和塑料杯 这六种一次性塑料包装 吸管的使用将对残疾人有少许例外 联邦政府去年根据加拿大环境保护法将塑料列为有毒物质 这未禁止其中一些塑料的法规铺平了道路 然而 一个由塑料生产商组成的财团 正在起诉政府对有毒物质的认定 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审理此案 特鲁多瑜2019年6月首次承诺 他的政府将逐步淘汰难以回收的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 因为他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实现零塑料废弃物政策 最初 他说禁令将在2021年发生 但对实施禁令的相关塑料的科学评估 因COVID大流行而被推迟 塑料废物一直是世界各地日益严重的问题 估计大多数制造的塑料中有10%或更少被回收利用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 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有330万吨塑料被扔掉 其中近一半是塑料包装 其中不到1%被回收利用 大多数塑料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 在那里需要数百年才能分解 据估计 有29000吨最终成为塑料污染 2019年的加拿大海岸线清理项目 从加拿大近4000公里的海岸线上 清除了超过163000公斤的塑料废弃物 记录在岸的运输包括超过12000个塑料瓶 12480个塑料吸管和近17000个塑料袋 联邦数据显示 2019年 加拿大销售了155亿个塑料杂货袋 45亿件塑料餐具 30亿个搅拌棒 58亿根吸管 1.83亿个塑料杯和8.05亿个外卖容器 一些零售商的行动也比政府更快 Sobeez在2020年取消了收银台的一次性塑料袋 沃尔玛今年4月也紧随其后 Lobloss和Shopper's Drop Mart的母公司表示 计划在2023年第一季度末之前 从其商店中消除所有一次性塑料购物袋 在过去的几年里 许多快餐店也用纸质吸管取代了塑料吸管 谢谢各位的观看 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 如果对您有帮助 欢迎点赞 关注并订阅 下期不见不散哦